楚江南奉了秦百川的命令 前去刺杀九色齐齐主端木齐 不曾想在一个茶棚 遇见了九色齐堂主万黑齐 楚江南拿起长剑正要动手 胸口却猛地传来一阵剧痛 这酒的味道怎么样 酒有毒 你问你岳父大人就知道了 不管我心话 万黑齐毫不避讳地告诉楚江南 有人向九色齐通风报信 楚江南意识到有内奸 与万黑齐的手下交起手 万黑齐见楚江南身中剧毒 也能将自己的手下打得落花流水 只好亲自出手攻向楚江南 两招便将楚江南打倒在地 危急时刻 秦百川和乔春府及时赶到 回去告诉端木齐 我一定会记住这笔账 好 我一定会回去传达 秦百川没有为难万黑齐 带着楚江南回到了七星楼 并且将真相告诉给了他 楚江南得知事情的来龙去脉 没有责怪秦百川 反而是感谢秦百川前来救他 秦百川安抚好楚江南后 在门口遇见了乔春府 乔春府找到了慕秋双的尸体 而林邦已经不知所踪 这让内奸知事更加扑朔迷离 难道内奸就是失踪的林邦 画面来到天山雪岭 星小月找到了白云 指责白云没有完成任务 白云也总算看清楚了星小月 知道他一直在利用自己和韩辉 其实你一直在算计我 你装死逼我杀秦百川 还有韩辉 也是你的圈套 是不是 星小月的野心太大 为了将风流防发扬光大 不惜牺牲掉韩辉和白云 他见白云因为没仇的关系 不再对秦百川动手 故意提起七星楼有内奸 他依旧有机会杀了秦百川 内奸 是不是乔春普 不管是谁 结果也一样 你不是风流防人 我不会告诉你的 星小月离开天山雪岭后 白云担心起了秦百川的安危 于是将莫愁留在了天山雪岭 动身前往七星楼通知秦百川 七星楼有内奸 这么人 一个很特别的人 我曾经见过 角月跟一个蒙面人见面 你没见过他的长相吗 但我见到他右手的掌心 掌心有志 有人说掌心有志 志在天下 秦百川本就有些怀疑乔春府 因为林邦是乔春府的心腹 如今不知所踪可能是内奸 再加上白云见到的一切 秦百川也不得不怀疑 乔春府可能就是七星楼的内奸 为了弄清楚事情的真相 秦百川找到了乔春府下棋 言语中要乔春府归异 乔春府却说他不会任老 因为任老的人心会软不够狠 到了最后只会长埋黄筒 秦百川和乔春府两人 一人问的是如今的江湖斗争 一人答的是眼下的棋举比拼 正是这个小小的误会 让秦百川的心中更加确定 乔春府想要将他取而代之 于是秦百川要乔春府赶去洛阳 将他秘密训练的死士带回七星楼 他要准备与酒色棋开战 随后秦百川找到了秦蜜 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给了他 要他在洛艳坡截杀乔春府 秦蜜和乔春府关系非常要好 他怎么也无法相信 乔春府会是内奸 数个时辰后 乔春府即将离开七星楼 找到了秦蜜一起喝酒 秦蜜和乔春府聊起了过往 想要劝乔春府皈依 秦蜜见乔春府不听劝告 知道自己必须要杀了乔春府 所以秦蜜承诺他和温艳荣的第一个孩子 会过季给乔春府跟着他姓乔 一想到自己将会有个儿子 乔春府瞬间斗志满满 要将这个儿子教育成才 随着时间的流逝 乔春府动身前往洛阳 在洛艳坡遇见了秦蜜